一说起你喜欢的动漫角色,你的脑海中呈现小黄人还是萨莉呢? 那当你知道这些角色的出稿的时候,你还会和现在一样喜欢它们吗? 本期档可以看齐文话题,五个动漫角色的出稿 怪物史莱克 史莱克在电影设定是身心善良,但全身都是绿色的怪物 而他最初设定原稿是这样的 聚他的鼻子,五短身材,还有肥肥的大肚男 这样史莱克也太丑了吧,完全不符合他的角色设定 如果最终确定这才是中稿,相信电影会很难红起来 铁巨人设定是一个笨拙可爱的巨型机器人 在电影创造之初,已经有不少机器人角色活跃在荧幕中 所以投资方要求这个角色必须有特点 于是最初画稿上的铁巨人有一个红色的铁头突出的眼睛 但是,导演觉得这样的角色既不淘气也不好看 于是否决了出稿要求重新设计 最终出现在电影的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好评的秀极斑斑 看起来呆头呆脑的铁巨人 无敌破坏王拉尔夫 拉尔夫是一个有着无敌破坏力的反派 因为厌倦了反派,所以想当英雄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你绝对想不到他的出稿是这样的 没错,就是有剑朔身材的猪头 肩膀上还有破坏力标志的盔甲 后续直接设计成了猩猩一样的草图 最后又改成了剑朔的人形拉尔夫 灌物店里公司萨利 萨利是一只体型庞大,并长满蓝色长矛 却心地善良友好的怪兽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设计却有很多个版本 有章鱼版的,有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版的 还有高个子多眼睛版的,甚至还有小恶魔版的 看到这些版本的萨利,让人无法再直视电影中的萨利了 小黄人 当看到神头奶爸中小黄人的时候 无数的小伙伴们都在感慨 怎么会有那么可爱的生物呢 那小黄人最初的原稿是怎么样的呢 没错,就是像一个黄色胶囊的机器人 后面还有长着长鼻子,黄色的修理工的版本 甚至还有原始人和谢老板一样版本的小黄人 这样也太辣眼睛了吧 后续导演们也看不下去了 觉得要把这个角色往可爱方向设计 样于挣脱主角的身份变换 于是才有了今天可爱迷人的小黄人 那么大家觉得哪个角色和设计之初相差最大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